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老人家94歲啦 94歲這麼高的年齡 還特別坐飛機坐了五個小時 到了我們馬來西亞 吉隆坡還要坐一兩個小時 才到馬來西亞的京社 請問各位我們進中學會的同道們 老人家94歲為什麼要 到馬來西亞來 用意何在 這個是我們弟子們 應該去感受去思考的 老人家注釋的目的在哪裡 我們能不能像炎毀一樣 很清楚 夫子 他注釋 他的任務是什麼 那我們弟子們 如何一起配合好 他老人家 這一大師姻緣的教化 蔣經六十年沒有中斷 我也在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也請大家一起思考 我們思考好了 可能待會我們可以跟老法師請訪 好 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 我們每一個人可以去感受感受 思維思維 因為都是有任務來的 所以也都要我們弟子很好來配合 而且配合得好啊 佛式門中不捨一人 請佛助釋啊 這是我們所有的弟子啊 當前最重要的任務啊 差一個小差距 剛好十月十幾號呢 德國辦了第一次祭祀 德國 那剛好老人家呢也去了 是由他們佛蘭克領的 德國進宗學會主辦 這個柳會長帶著他的幹部啊 一起辦了這一個 一千三百多人的基礎法會 這個在歐洲啊也算是很難得 超過一半是越南人 超過一半喔 越南人現在學佛的那種積極度啊 那種恭敬度啊 讓我們華人看了都挺佩服的 應該講越南人跟我們也是同祖宗啊 是吧 應該也是炎黃子孫啊 而且越南在秦朝就已經列入中國的本土了 這個也是都是同祖宗的 那剛好呢跟我們德國進宗學會的團隊 我們有坐下來交流 是剛好老人家特別抽了一天下午 跟他們的團隊喝茶 喝下午茶 我剛剛強調了一個重點喔 在來人呢 做任何的事情都是有描法或者有意義 甚至於有長遠的意義存在 在來人是隨眾身心因所之量 它是應一個時代的需要 我們舉個例子 紅衣大師 這個應該是再來人的 它為什麼一定要恢復南山律 因為沒有戒就沒有佛法了 那個時候很危急 它承擔起這個責任 好像閉關好多年了 把那個南山律整理起來了 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一輪明月 你看他的鬍子 不是頭髮整個都很長了 閉關好幾年整理下來 還有紅衣大師晚年還編了一個東西 叫晚情期 大家知道嗎 老法師還講過一遍 請問大家 紅衣大師編這個有沒有用意 紅衣大師是不是說 我挺沒事幹的 來編一編吧 不是喔 紅衣大師編晚情期 是把大藏經的精華 加上祖師大德開示的精華 選了一百句喔 容不容易選 大藏經擺在面前喔 祖師法語擺在面前 挑一百句喔 而且應主的教會就挑了好多句 應主的最多 這些都是祖師的慈悲啊 可能也感覺到我們後來的人呢 生活都忙碌 你真的要去看到很多大成經不容易 他老人家在七八十年前就給我們選好了 一百句啊 老法師又講了一遍 除了這個以外 紅衣大師還在格言連璧 挑了精華 叫格言別路 一般進中學會有流動一個晚情期 是這兩個的何堪 合在一起呢 為什麼要跟格言別路 其實祖師們做這些事啊 假如我們不去體會他們的苦心 我們對他所做的事跟留下來的東西 很難產生很珍惜 就像無量審經說著 如憑得寶 就好像得到寶貝啦 那樣的珍惜 所以大修行人 再來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深遠的含義 就像老法師在九十四歲 要來到馬來西亞 都有深遠的含義 為什麼紅衣大師要編《格言別路》 因為他可以洞察到 我們這個時代的華人 儒家道家的基礎已經比較不足了 佛經有講到 不先學小成後學大成 非佛弟子 這句話講得很重啊 沒有小成的基礎 學大成不是佛弟子喔 所以為什麼老法師一直強調 要扎三根 而且我們又看到了 李秉蘭老師的一段話 對我們也很震撼 李秉蘭老師說 學佛就是學人情 學世故 不懂人情 不懂事故 會傷天害敵 哇 這麼嚴重啊 不懂人情事故 會傷天害敵 會造成我們在五輪關係當中 都表不好 錯誤的法 是善心表了錯誤的法 所以李秉蘭老師是強調 學佛就是要學人情事理 為什麼李秉蘭老師 這麼高的年齡 他要親自講常理主要 他九十歲以後要親自講論語 李秉蘭老師這麼做有沒有含義 這都是世間法喔 為什麼他這麼高的年齡 要親自來講 這些考慮啊 對我們後世啊 都很有含義 因為我們現在的根性 比起李秉蘭老師 在那個時代的教法 等於倫理道德的基礎 又下降了一下 所以這一些主世大德 他們所做的事 都是為了成就我們的道業 為佛法 為眾生考慮的 因為格言別路 格言連筆 都是談人情事理 但是又很大本 洪一大師把精華挑出來 變成格言別路 用心兩口啊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 夏連居老居士 匯集了匯集本 這個後世九千年 無量受盡的善本 但他老人家除了這件事 還做了其他很重要的事 都是晚年要緣起以前做的喔 有一個策子 進修結藥 大家應該熟悉這個進修結藥 老人家曾經說這個進修結藥報恩壇 這個重要性不亞於無量受盡喔 那大家想一想 既然有無量受盡會幾頓呢 夏連居老居士 為什麼要變進修結藥 我們假如沒有去思維這個問題 我們會很珍惜進修結藥嗎 我們真正去思維去體會到的時候 我們跟夏老 我們跟祖師的心就怎麼樣 就是我們在一起呢 為什麼叫神教古人 文天祥先生說 責人日以緣 典型再塑形 豐顏展殊圖 古道照顏色 這些祖師們的良苦用心 我們體會到他們的加持力就跟上來了 因為進修結藥 他把五經一論的精華都融進來了 他把揪摩羅斯大師 他是異議啊 他是一心不亂 但是這個全莊大師翻的是另心不亂 他是透過臨終阿彌陀佛特殊的加持 另心不亂 一心細念 沒有說一心不亂 所以讀這個 揪摩羅斯大師的很多人會說 我念不到一心不亂 他就會有擔心害怕 為什麼要 玄庄大師要翻譯 而這一些重要的精具 都匯在了進修結藥 而我們現在的人工作太棒了 這個進修結藥三十二拜 五經一論的精華 大臣小臣禪宗密宗教下的精華都在裡面 只要十幾分鐘就可以做完這個功課了 請問大家 夏蓮居老居士 有沒有看到我們現在的生活工作狀況 所以無量壽經有一句很重要的話 如來定慧就暢無疾 於一切法而得最甚至在乎 不是釋迦牟尼佛如此 只要是佛菩薩的再來人 他都是智慧超越時空 來護面我們後面的學子 剛剛是跟大家提到 老法師到了德國參加基礎 特別抽了一天下午跟德國的團隊喝下午茶 結果喝完剛好陳德能跟他們的團隊吃了個晚餐 結果我跟他們交流到老法師已經93歲了 去年是93歲 有很多舊式的理念 很多舊式的理念 要老人家在 這些舊式的理念才能繼續推展下去 假如老人家不在 這幾十年努力的 包含宗教的團結 宗教回歸教育 包含辱世道人才的傳承 甚至是英國漢學院 這些重要的姻緣 可能就會前功進氣 陳德講到這裡 這一位會長就點點頭 陳德感覺他有所體會 結果當天晚上他送陳德回去 他在車上跟我談了一些話 他說他終於知道 老法師為什麼要到德國來參加技術 他說老法師不來參加技術都沒關係 技術照樣可以辦 可是老法師為什麼來到德國 就是要請他發行 他體會到了 他說我以前覺得這些事都是高深大德做的事情 他終於體會到老人家已經九十三歲了 所以他也應該站出來承擔 結果非常感應 隔天我們就要走了 他親自來送師父 師父就承了一個邀請函給他 什麼邀請函 邀請這個會長帶他的團隊去紅明 台灣的紅明 跟著聯合國的大使去參訪紅明 他覺得老人家來是有特殊應援的 結果真的隔天老人家就有一個邀請函給他 他就帶著幹部去了 而且準備了很多的思考問題 然後回去現在要盡力的一條龍 所以他瞭解到師父去德國的用意 他馬上就直下承擔 那現在是師父九十四歲來到馬來西亞 所以相信諸位會長進中同道 我們這一會來見老法師 也是意義深遠 相信我們馬來西亞的統修們 都會跟老人家起感應道交 以十字為極致 尤其老人家一講到什麼呢 笑得最開心的 就是馬來西亞的進中學會 有登記沒登記的 超過一百家 每一次一提到這個師父就笑得很高興 諸位同修有沒有看過那個軟春這個電影 軟春很好看啊 我覺得那個小花是普賢菩薩 她沒有看到任何人的過失啊 你看那個嬸神對她這麼不好啊 她通通沒有落這印象 都想她嬸神的好啊 大家有印象嗎 那裡面有一句台詞啊 陳德覺得非常經典 因為小花是撿來的啊 後來她的成績非常優秀啊 每一次都是第一名拿成績回來 結果那個小花說啊 她最喜歡看爺爺笑 因為她考得好一拿回來 爺爺一看就哇好高興啊 所以這一部電影這一句台詞 我們再拉回來 老法師的馬六甲金色 我們共同的願望 就是希望老法師笑得很開心 那一天我們李金華校長 還帶著幾位退休的校長跟老師 來見到法師 然後就鼓勵他們 你們祖團去紅明看 在我們馬來西亞辦個一條龍 然後接著師父說 我負責以後帶大使 到馬來西亞來參觀 辦一條龍 你們要配合一下的 但是成德希望 聯合國大使到了馬來西亞 決定不只參觀一條龍學校 不能只讓他們參觀一下吧 還要參觀什麼 敬中學會 全世界敬中學會最多的地方 你看斯里蘭卡的法師 常常都帶著他們的 這些四中弟子 來參加我們馬來西亞一年一度的 三十系列法會 去年多少人參加 去年有辦吧 悟心法師有來吧 我也參加過好幾屆 唱那個阿彌陀佛 唱得覺得屋頂都快掀出去了 去年多少 快一萬人喔 我還以為你們放下的功夫這麼好 去年裁判就已經放下了 對阿 那個斯里蘭卡的法師一來很震撼 人家大乘佛法的弘揚也是這麼積極 這麼有規模 對他們也是一種初見 還有沒有可以參觀什麼 對阿 還有宗教團結喔 馬來西亞是多宗教 多種族的地方 假如能做成 就給全世界信息了 老法師在聯合國 講了差不多十次專題報告 結果專家寫者送給他一句話 你說得很好 是理想做不到 老法師說晴天霹靂 可是啊 你看老人家在面對這個境界的時候 他增長的是智慧 增長的是見識 增長的是願力 老人家說 他聽到這個話之後 體會到全世界最大的危機 不是環境 不是經濟 不是糧食 是信心危機 只要沒有信心的 再好的東西 他也不肯去學 所以老法師說 去蘆江辦教育中心回自己家鄉 是被聯合國逼出來的 其實不只是老法師在做實驗 我們每一個佛弟子跟著師父一起做實驗 就是靜夜神佛說的 這個勸勁行者 為了演說的話 我們得做出榜樣來 才能給人家信心 所以老法師他為什麼 來到馬來西亞 回到馬來西亞 因為這是老法師的精神 回到馬來西亞 我用詞不大 大家包涵 回到馬來西亞 因為拿渡去邀請 拿渡挺孝順的 他去年六月去法國看師父 師父一直跟他說 一條龍很重要 一條龍很重要 他回來就開始辦了 著手了 然後又看到人家這麼強調 宗教團結 在巴黎 十月份拿渡也去了 給我留下最深的印象 剛好有一天晚上 我們澳洲宗教代表 跟新加坡宗教代表 一起去見師父 把他們跟師父的感情 真的非常好 而且我們也看到 老人家教化的一種威德 跟佛陀在世非常相像 佛陀在世的時候 其他宗教的領導領袖 都來跟他學習 還有很多國王大臣 都來跟佛陀學習 師長老人家現在在哪裏 聯合國開茶館 請這些大使們來喝茶 把這些中華文化 魯斯道治國的理念 都介紹給他們 所以當下看到 哇那麼多宗教領袖 都來親近師父 而且啊 他們之間不同宗教 真的非常的和樂 所以百聞不如一見 他們之間那種 像親人一樣的對話 讓我們在場的人 都留下滿深的印象 所以我們澳洲金鐘學院的 好幾位法師 他們在澳洲努力十幾年 把宗教團結建設了這個圖文吧 宗教團結示範室 我們非常感恩 因為法師還有我們澳洲市中弟子 跟師父同心 所以把宗教團結起來了 師次如己志 結果大使們來了看了 非常震撼 回去就給聯合國寫信了 建議聯合國給師父一個辦公室 所以我們第一次跟師父同台演出 very important 你看這個里程碑就是這樣 打下來 好 抱歉我講太多了 唉 那 諸位同道有沒有想到 老法師這次為什麼要來馬來西亞 你馬日行一閃一下 你們不說話我就說不下去 大家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 師父 你 大家辦一條龍學校 對 辦一條龍學校 越多條龍越好 不要只有一條 不要只有一條 最少十條龍 所以不讓人說 因為裡面有十條龍 你影響不了世界 真的 目前法師是說全世界有十條龍 才能夠顯現出來整個世界的影響 那個會長呢 剛好從台灣回到香港 是 一月份 一月份回去 然後剛好成長那時候在香港 會長就說 師父點名五個地方 馬來西亞 台灣 香港 大陸 還有巴黎 某個地方 都要辦一條龍 所以回去我們現在在香港 也積極 要做 好 那 老法師為什麼強調要辦一條龍 就是我們覺得 師父叫做就做吧 這是一個狀態 師父為什麼要做一條龍 假如我們可以理解 老法師要做這件事的用意 深遠的考慮 那我們做起來 是會非常有願力的 假如我們不明白 那就做吧 可能做的過程遇到一些障礙 老法師幹嘛做這個 這個好像不成熟啊 那就有可能 不能堅持到最後 那就有可能 不能堅持到最後 注重三歲以前教育 可以出閒人 三歲以後 能修到君子 算不簡單了 老人家這一段話其實 跟理解學系講的 是非常相應的 當其渴這位師 就他的時機是最好的 拍招 他沒有分別製作啊 你給他教什麼 他就開始吸收了 三歲以前生出來很天真啊 三歲就看八十了 而我們這兩三代人 老法師是有傳統文化的最後一排啊 他的弟弟小他六歲 都沒有這樣的機會了 其實我們要去再想一想 萬法英元神啊 要成就師父這樣的高僧 太不容易了 假如老法師出生在上海 請問還會有老法師嗎 老法師的出生地在哪 中清朝儒家學派最興盛的 同臣派的地方 同臣 書臣 湯匙 所以整個師俗教育 最後才結束的就是這個地方 其他地方已經沒有了 老人家還上了幾個月的師俗 所以有一本書啊 大家多看 老人家的九十年譜 因為可以看出來 要成就一個高僧 他要有好的家庭教育 好的成長背景 甚至還要遇到捨幾位人的 校長跟老師 所以老法師講經的時候說 他們在抗戰時候的這些老師 對他們一生的影響 超過父母 哇 他們這些老師的表法 對於成就老人家的一種愛國 一種愛眾生的胸懷 都是有關係的 而且老人家四歲就去了到姑媽家 他的姑媽還是大家族 像成德一生下來 就是三代同堂而已 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大家族 所以為什麼老法師提出家文化 因為他曾經在這樣的環境成長 他知道家文化對自己一生的影響 他知道那個師俗拜師那種學習方法 對自己一生的影響 可是很可能我們現在當底子的人 沒有經歷過大家族 也沒有經歷過師俗 所以為什麼老人家他可以說 我犧牲生命都要把中華傳統文化傳承下去 因為他是真正得理 因為他是真正知道老子中留下來的文化的價值 有多深遠 有多高 而他自己受益了 他知這個恩 所以看那個九十年補 越看越覺得緣分太難了 稀有難逢 老法師假如沒有那三個老師也不可能成就 老法師講經常說 我這三個老師缺一個都不行 老人家在巴黎錄了一篇開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 就是悟道法師在台灣辦了華葬禁忠學會成立三十週年 老法師紅法六十週年的活動 然後有請老法師開示 其中有一段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老人家談到他出家以後 有一個甘老太太找了十五個人 每一個人出十塊錢 這個都是五十幾年前的事情 護持了他老人家多久 十年喔 十年喔 我說這十幾個人 居士功德無量啊 老法師是這樣撐了十年才遇到韓館長耶 而且是一個月一百五十塊多少年 十年前 十年前都沒有增加耶 所以我們現在為什麼各個禁忠學會修學 都這麼安定 書啊 經費啊都不愁 這是師父紅法福報啊 批運我們啊 可是師父也是這一些 默默無聞的居士們 護持他十年 不然師父那時候說 假如沒辦法了 只有兩條路了 要不趕經燦啊 要不還俗啊 所以我們對老人家走過來的路 了解越多 我們就覺得太不容易了 哪一個環節沒到位啊 可能後面的路就走不成了 我們更加珍惜老人家 這一代的教話 師長在講太上感應篇的時候 可能大家有注意到 99年 老人家是73歲 有一期啊 成德印象非常深 老人家對著 弟子們 物簽法師跟物裝法師應該在場喔 在新加坡講台上感應篇啊 老法師講到 我隨時都可以走 你們有沒有印象 我當時一經啊 師父說我隨時都可以走 憑什麼 師父講到 事出事間法 通通都放下來 當然老人家是借這個提醒我們 往生的關鍵就是要放得下 但是我們弟子一聽到這裡啊 成德自己很震撼跟感動的在哪裡 老人家七十三歲 老人家七十三歲 生死就自在了 這個世間啊 生活也很辛苦耶 尤其這幾年 老人家上了九十歲以後啊 他講經的時候也說到 他講經的時候也說到 最近啊 感覺到累了啊 哇 年紀大了 真的是很辛苦啊 可是那麼大年紀 那麼辛苦 又坐著飛機這樣奔波 也是在給我們弟子們 表演待眾生苦啊 表演但願眾生得利苦 不畏己身就恩樂 而且老人家隨時可以走 也賠了我們多少年啊 二十一年啊 二十一年啊 所以我們 弟子們也是不能辜負 他老人家的用心良苦 還繼續願意啊 常住 扶持我們 扶持眾生 扶持正法 所以我們應該要更 以他老人家的次相啊 為次相 來配合他老人家的教化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們台灣有一首歌叫做 通胞們起來 你們有沒有聽過 我還以為是台灣唱而已 這一首歌我在大陸唱 沒人聽過 我在馬來西亞也聽過 對了最後我要講一個重點 我為什麼罰貴啦 罰貴忘記啦 我剛剛也講了 就是沒有跟師父同行 沒有跟阿彌陀佛同行 沒有縱使身子諸苦衷啊 結果退星了就罰貴了 還有另外一個因素是因為 最近有一個醫生幫我扎針啊 扎完了七天不能做啦 所以這樣效果會比較好 經絡會調整比較好 所以七天之後才能做 七天以後才能洗澡 我今天是第七天了 明天就可以做了 但是呢 盡量不要久做 對循環會比較不好 做一段時間稍微起來一下 或者也可以跪一下 日本人都用跪的嘛 其實春秋時代的 中國人應該是跪的 大家看那個孔子傳都是跪的嘛 我問到 他說成佛啊 因為我們一直強調 往生希望極樂世界就是當生 拯救啦 去了就不退就做佛啦 他說可是我聽人家說 做佛要有兩個條件啊 一個是明心見信啊 一個是要得佛受祭啊 要有這兩個條件才能成佛啊 其實這個小女孩講這一段話 她有沒有受到別人的話影響呢 有啊 現在那麼多宗派 角度又不一樣 她的基礎角度不夠 隨時都會因人家的話 而受干擾 受動搖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各地方 都在護持年輕人學佛 他們的實際情況 我們能掌握主 就能齊齊地去護面他們 因為認識佛教 不只認識了整個佛教最重要的教育啊 精神 還有老人家也把淨土法門介紹出來啊 包含地藏經的重要 小青尊士才能開發行動 包含三福六合 三學六度 復現實驗 等於是整個大藏經裡面 菩薩道最重要的我可行持啊 而得佛受祭 請問念佛求生敬佛的人 有沒有佛受祭呢 有吧 你們都受祭過了吧 同名什麼 沒有 沒有因母來啊 是不是受祭 可是給這個小女孩講這句話的人 她可能就不是這個角度了 你等於要有一個佛給你受祭 那她說那怎麼辦 同名妙印如來啊 釋迦摩利果已經受祭了啊 再來她說明心見性才是佛 那我們這個時代 還要修到明心見性幾乎不可能啊 黃念祖老居士已經直接了當作 不管你修哪個法門 只要不求生西方極樂世界 要想當生了作生死 大老人家說不可能 眾生的根性已經沒辦法了 得要待業往生了 眾生的根性是只能待業往生 橫出三界了 可是還是有人在那裡強調 你要明心見性才能做佛 底上講沒有錯 世上都不是對眾生的極壓 所以先入為主啊 這些年輕人我們得把他們 跟佛法的之間鞏固啊 才好啊 他們才能不受外在的這些影響 因為聞佛法難啊 又能聞到無量壽經會幾本 又能遇到師長老人家 講了六十年 最後這些年每一年兩年還講 從頭講一遍大經科主題 就是一千兩百個小時左右 還有夏老 黃老 禮品老 還有海鮮老法師做表演 又是映主這樣的師承下來 怎麼好的緣分啊 這些有緣的人又錯失過了 那是太可惜了 無量劫來 稀有難逢的機會了 所以師長為什麼講 張家大師說要看釋迦寶 釋迦房子 因為我們對釋迦摩尼佛越認識 我們就不會走錯路了 所以老法師在講經的時候 常常都會講 佛陀三一一波啊 為什麼要日中一時啊 樹下一休啊 沒有什麼法啊 以苦為師啊 要順著 不然 再說 那些人 你不可救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